他们需要些什么资料 他们像是米油 还有面粉 白糖 链奶 井干 咖啡茶 米粉 还有植油 还有其他 慈禧志工才买物资 就怕漏掉其中一项 大麻行动管制令还未捷径 许多领日新的人 因无法工作而泄入亏境 志工与爱心店家提供物资 帮助他们度过一半 这一批是我们向三家买的 这一批是分成正化 批发商结缘的 15包 也是5公斤的 有米粉 食用油 饼干之类的 这些物资 志工要送去的是 巴黎哈芝阿德兰村 去年10月 这个村发生水灾 村民与慈禧 结下不解之缘 这次是这个村的村长 那个姐南茜里 他亲自WhatsApp给我的 他也了解 目前这个行动管制令下 也不给太多人 所以他就建议 由他自己亲自家的车 挨家挨户去发放这15户 阿布兰拉基 现在已经在沉沉 他们非常非常需要帮助 这个我们是最主要的 帮助这些帮助 帮助这些帮助 可以允许被绑 跟他们肩膜 和肩膜 村长逐户分送 让困在家中许久的低收入家庭 总算看见些许希望 简单的物资真诚地问候 让无助的村民 有了可依靠的肩膀 也更能无畏地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大家新闻